大家好,兔子姐姐每天分享一点国宝小知识 我们今天一起品味玉,来看一下来自清代的老翡翠 翠在清代中晚期开始盛行 由于乾隆皇帝对古缅甸用兵 使其臣服于清朝成为外分 翡翠随之大量进入 清代是翡翠雕刻最发达的时候 哪怕是今天的雕刻技术 也不能与当时的精湛技艺所媲美 故宫珍宝馆的这些翠百件 也都是顶级制作,加之连城 像这种鹤鹿同春族常用于祝寿之词 此气既有玉皮的黄色 又在翠绿中含有白色,绿白分明,黄绿相间,色彩鲜艳 这件翡翠白菜可谓是局势闻名的 台北故宫翠玉白菜的姊妹片 工匠利用鹤红的翡色雕琢成燕麦纹 层色很分明,立体感极强 据说是现存于世的五颗翡翠白菜之一 还有一颗在天津博物院 在台北故宫有翠玉白菜三颗 无论是原料还是雕工都是顶级制作 据传还有两颗在孙殿应盗掘慈禧太后的墓石下落不明了 清单玉器有明显的时代烙印 那就是极其繁琐,严苛的金工细作 在当时镶嵌技术非常发达 因此我们见到的清朝老翡翠 一般都是工艺繁琐,造型夸张的 这也是清朝翡翠的一大特色 但是清朝的翡翠料子 单拿出来品质并不是很高 这是因为当时的审美观念 我们现在的肿水在那个时候是基本没有的 只有颜色的艳丽与否 才是他们对翡翠好坏的平盘标准 这件乾隆款翠雕龙纹杯盘 翠成青绿色 橘雾的绿色较深 成丝续状 背后盘上又有暗红色 质地虽然一般 但是雕琢精美 这件卧牛也是极巧妙的 利用了翠本身的颜色 雕琢精美形象生动 美容的颜色 莫莫丰 莫莫丰